早安啦 今天是四連休的第一天 那我們要出發前往前夜的調子 調子也是我第一次去 那為什麼會挑那邊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四連休的人真的太多 剛剛看新聞就是連餐啊 或是整個觀光區大爆滿 所以我們才選擇調子 因為今天太早了 所以我們第一次先去吃麥當勒的早餐啦 上一頸啊 還在高原是吃早餐 然後呢現在已經快到吃中餐的時候了 我們搭了大概三個小時左右吧 我都覺得我鬍子好像都長出來了 真的有夠久了 今天天氣超晴朗的 大家不要看我後面以為我調過色 那這邊呢我覺得比我想像中的還熱鬧一點點 我以為就是這最後一站應該是人煙稀少的地方 沒想到這邊觀光做的還不錯 那首先呢我們第一站就先去吃中餐 在台北的路上有3.64的平均 然後再給我買了4.4也是 分數滿高 然後竟然不用排隊 所以還滿幸運的 哇 超大片 它是豐州紫松的黑鮪魚 所以十分的新鮮 在一口看吃 這是炸味 金黃酥脆 我只能說 超滿足 就是這家店 不光是它的魚非常好吃非常新鮮以外 它的服務態度 然後它的價格跟給的分量 我覺得都是滿點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 BIG CAMERA 藥妝店 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 快去看看 那我們下一站呢 要去餐廳附近一個叫圓服寺的寺廟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很漂亮的五重塔 然後呢 還有一隻 一隻貓在這邊 我這身後放的大佛啊 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了 這個也是 料超級無敵濃的 哇 那這家店啊 也是甜點的擺明店之一 然後已經開業一百多年了吧 我覺得真的超好吃 一百七十塊 就分量比我想像中大 我原本就是 那種車輪比很大 想不想說它大概比車輪比大兩倍 然後它的線就是超級無敵多的 那有分 白線跟黑線 那吃起來的味道都稍微有點不同 我覺得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來這邊買兩個 好滿足 我才剛來到釣子 大概一兩個小時 吃好吃的鮪魚料理 然後剛吃好吃的車輪餅 然後又看到很漂亮的寺廟 那接下來的行程 為什麼呢 我們走路大概走個 40分鐘左右吧 來到了屏風之浦 這邊是國家的天然紀念物 雖然這邊不是一座島嶼 但是讓我覺得 那種江之島的感覺 就是那邊有奇岩怪石 然後這邊有大海的陪伴 然後重點是這邊 觀眾客超少 快到了下一個景點了 所以我必須說一句話 雖然我還蠻能夠走路的 那其實走起路也沒有特別累 但是呢 調子這邊啊 可能還是要靠搭公車 以及搭電車 來完成這邊的行程 因為它這邊其實不太 就是行人友善 它到比較偏僻的地方 基本上是人跟車共用一條道路 420塊一個人 好漂亮 好漂亮 不好意思這邊風雨很大 所以我用手遮住 讓風不要跑到那個麥克風裡面 那我覺得這邊真的是超出我的期待 我剛剛想說 既然要付420塊 進來這邊 到底有什麼好看的 結果上來之後才發現 這邊的景啊 其實是城市中無法比擬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整個 360度的環景 在這邊的咖啡店啊 特別要看個景色 新況生意 所以買個 吊子電鐵的 米露雷煎餅 看看味道怎麼樣 是軟的煎餅 我個人覺得還好 因為我剛剛其實還是脆的煎餅 吃起來有點像是開放很久 有點嫩掉的感覺 但是我知道其實蠻多人喜歡吃 比較軟的煎餅 看起來乳類可能就是軟的煎餅吧 其實吃起來嚼嚼還蠻香的 還不錯 好 我們看到已經點燈150年的燈塔了 但是呢 由於燈塔的下面人排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不上去了 看看燈塔就好了 雖然我們沒有要上去燈塔 但是呢 就是沿著燈塔的周邊啊 還是可以看燈塔的整個樣貌 今天呢 調子一日有啊 就在這邊結束了 雖然有點可惜 我們想在那邊吃個晚餐 但是呢 從調子回到高原市啊 大概要四個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就選擇不吃晚餐 我們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 吃寶寶 大家下次見 掰掰 吃冬天 吃嗎 吃過 吃嗎 吃嗎 吃schaft 吃吧 吃吧 吃嗎 吃吧